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和我大女兒的一個故事 其實我和我大女兒小時候關係很密切 但因為我是讀理科的 往往在功課上和她交流的時候 就發現為什麼我覺得很簡單的事情 往往她會覺得這麼難 尤其是在數學科上 所以通常在那裡大家會有很多爭執 去到後期的時候去到中學的時候 發覺距離越來越遠 因為可能我覺得自己我數學很厲害 我可以教她的時候其實她很明白 但是她的反應告訴我 不是呀爸爸你其實你教完了 我完全不明白你做什麼 那是三年前的機會 看下女兒轉了一個新的學習環境 在那個學習環境裡面 我發現原來我所教導的方法 真的不是最好的 她在這三年裡面我見到很大的轉變 以前她告訴我 爸爸我想讀理科的時候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女兒你讀文科 你不要浪費自己的時間 但是在這三年裡面 我看見她的轉變就是 她可以真的拿捏到怎樣去讀數學 還有她有個很大的恩賜 她很喜歡教導別人 她告訴我爸爸 我現在可以教人數學了 還有我很滿足於 就是我當教導朋友 或者小一點的年級的同學的時候 他們懂得怎樣去做的時候 她的滿足感非常非常之高 那昨天正正就是她大學的放榜 還要學校在半天內 已經出了一個offer給她 立即收了她 而收她的科目 大家都猜不到 是education of mathematics 即是數學的教育 我真的猜不到 一個原本數學是非常之差 也都沒有信心的一個小女孩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她可以這麼快去成長 以及可以去教導別人 當我自己再去想的時候 我覺得原來我們父母 自己覺得是對他們很好的 或者我自己給他們很好的事情 當中 往往是真的在我自己的角度去想 我有沒有嘗試在女兒 或者在自己的兒女方面 在一個角度去思考去想清楚 以及他們真正需要些什麼 這個對我自己一個很大的反省 希望這麼多的家長 你們都可以用心去聆聽一下 真正自己的小朋友需要什麼 因為天父都有教導我們 我們要教養孩童 似他行當行的路 但是這個的當行 不是我們的當行 是神所教導的當行 希望大家可以真的 用聖經去教導大家的意味 在睡覺 想讓幾乎 開心 師開玩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